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透露 傾向放寬星期四屆門的限聚令 及一些廚所的規限 特別是表演場地 有曾榮三報道 超過兩個星期沒有出現本地個案 星期四屆門的限聚令 及一些廚所的規限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透露傾向放寬 會在經濟和防疫之間取平衡 循著我們早前的將持有道的策略 都應該繼續稍微放寬 但又看到許多外國的地方 它一放寬之後 經濟恢復起來又反彈 有些甚至反彈又要再出措施 這亦可能是我們要面對的常態 但當然在香港我們不希望出現現象 有本地感染個案暴增 從而需要重新提出許多限制的措施 所以都是一個平衡的工作 目前戲院等的表演場地 限坐一半座位 林鄭月娥說聽到演藝行業的聲音 會重點看看有沒有放寬的空間 而港版健康碼 她希望今個星期內會有公佈 另外林鄭月娥說下個星期初 會發放第四輪補就業計劃的補貼 涉及63億大約1萬1千個僱主 受惠僱員大約27萬人 又說第四輪名單又比較多中大型企業申請 佔8.3% 平均領取的補貼超過50萬 比以往高出1.5倍 四輪計劃合共向超過10萬個僱主發出254億補貼 超過111萬個僱員受保障 亦向大約8萬4千個自僱人士發放6億3千萬補貼 預計未來兩個星期可以完成剩下的申請 將會公佈第2期的補貼業計劃 有志靈氏記者 曾穎珊報道